Hello大家好,两周没见了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想念喝酒的时光了 这两周你有没有好好喝酒呢 现在我们终于回来了 我们今天就为大家带来 威士忌 威士忌是以古物为原料 然后进行蒸馏 然后放进桶内沉浆的一款酒 它起源于11到12世纪的爱雷岛 根据产地来分有苏克兰威士忌 爱尔兰威士忌 美国威士忌 加拿大威士忌 还有最近特别活的日本威士忌 其中苏克兰威士忌还分为单衣卖威士忌 调和威士忌 美国威士忌还分为波尔本威士忌 和田拿西威士忌 还有很多很多 不过我们这期还是一个 注重调酒的一期视频 所以我们关于威士忌的详细内容 我们会专门用一期视频来去讲 所以这期视频就不多说了 其实威士忌的喝法还蛮多的 比如说威士忌嗨波 不然不不这可嗨波 你说说你喜不喜欢嗨波 还比方说是水哥威士忌 这期我们都放到专门讲威士忌的那期视频里 我们再说 今天这期视频还是为大家带来两款酒 没错 威士忌我们也调两期 真不是水制品 真的不是水制品 那我们今天这期要调第一款酒叫做 教父 Godfather 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 它的名字来源于一个同名电影 教父 教父这个电影 不用我说了吧 应该很有名 应该很多人都看过了吧 最经典的教父是用苏克兰威士忌来调的 不过我手头只有这个波本威士忌 今天我们就用波本威士忌来调这款教父 那把教父的基酒换成福特加 这是我们之前调过的 这种不知道小伙伴可以翻过去看一看 首先我们拿出一个rock杯 然后我们放入一块冰 然后倒入45毫升的威士忌 然后我们倒入15毫升的杏仁一口酒 然后斯德尔虾 这是一款调和的酒 好了那这就是一杯教父了 我们来尝一下啊 它和酵母完全不同啊 因为威士忌本身是有它的那种香味的 不像福特加是那种无色无味的感觉 就威士忌的味道加上这个杏仁味利口酒的味道 混合在一起 有那么一种厚重的感觉 很符合它的名字 就感觉是老男人那种很有味道的那种感觉 下一杯酒呢叫做曼哈顿曼哈顿 曼哈顿被称作鸡尾酒女王啊 不过这款酒没有找到一个确切的起源啊 有人说这款酒是来自于曼哈顿的一个酒会 有人说是它来自于丘吉尔的母亲 曼哈顿这杯酒常用黑麦威士忌来调啊 不过也有用波本威士忌来调的 所以我们今天还是用我们的这个波本威士忌 我手头也只有这一款威士忌 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始调这杯酒吧 首先我们拿出一个调和杯 我们先加入45毫升的威士忌 然后我们加入15毫升的甜味美丝 然后我们加入两滴苦精 不要调多了哦 然后在我们的shaker里加冰 把我们酒液倒进shaker shaker 拿出我们的马天泥杯 倒出我们摇好的酒液 其实这么多的马哈顿都是用银烤来装饰的 不过我现在没有买银烤 我知道手头有草莓 我们先放个草莓吧 好了 呜 它实在挺好看的嘛 它是鸡杯酒女王 我们来尝一下 这杯酒是非常香的一杯酒啊 因为它有骨精的香味 还有甜味美丝的香味 加上威士忌自己本身的香味 所以它就被称作鸡杯酒女王完全没有问题 非常香 真想给你们闻一闻啊 我带你们闻 再来一口 今天这两杯酒调出来基本都是三数多恶劣酒 所以大家还是要喝的时候还是要蔓延花 不然容易上头 不要像我一样 我们下期还会带来两杯以威士忌为鸡酒的调酒 有没有小伙伴可以猜到我下期要调什么呢 就是非常有名的威士忌的调酒 弹幕里猜猜看看有没有猜对的小伙伴 好了这就是传统艺能事件 两周没见酒量不可能下降好吧 真的是偷偷的补课你知道吗 这两杯这个我觉得小意思 干杯 喝完之后还是建议大家还是不要生意这么喝这两杯酒 如果你酒量不太好的话这两杯酒可以直接 做得厉害加 我不是在炫耀 不是在炫耀 好了很开心你能够看到这里 那不要忘记给我一个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继续来一条威士忌 喜欢威士忌的小伙伴一定不能错过 那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 有点顶有点顶 毕竟还是三十多多多酒 这一杯酒虽好 可不要贪杯哦 满度都是威士忌的味道 我真的很喜欢威士忌 威士忌真的超香 超香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